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来继续 帮你解释15.3 就是 在Android里头 那么有哪些 让我们可以看得到 观摩得到的 继承跟委头的例子 在这个范例里头 我们来 拿这个media player 他是一个媒体播放器 是Android平台里头的 那这个呢 可以播放MP3 可以播放MP4 OK 那我们在这一个 章节里头 主要的还是谈 委头 虽然我们也要谈一下 继承让你做个比对 做个比较 那我们就是 设计一个简单的UI 那么当我们按下play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委头 这个media player 来做 这一个播放音乐的动作 那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的这个代码怎么写 首先我们来看看 我们应用的 应用的这一个 继承 那其实呢 这一个东西呢 也不算继承的 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 这一个 尾头 为什么 因为 这个create呢 是一个 静态的函数 那这一个是尾头 所以 当我们的 这一个 静态的函数被调用 被调用的时候 怎么调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代码 怎么被调用 就是 create 那这个调用呢 目前是用 用对象 你可以直接用 这个 类的名字 因为它是 一个 静态的 一个静态的 ok 所以你这一边 这一行呢 其实可以不用写 这一行呢 可以把它省略掉 直接 在这里就可以写 mymedia prayer 就是直接写 这个my mymedia player 点create 为什么 因为这个 是静态的函数 是静态的函数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类名 当你用eastern也可以 只是这里直接用类名点 好 那它就会来调用它 会来调用它 对不对 会来调用它 所以这一个 啊 啊 这一个不写也没关系 不写也没关系 ok 所以直接来 啊 扣它 刚刚这里 直接就 扣到类 直接就扣到这个 然后呢 它马上就委托给 这个类 有没有看到 回头的这个类 啊 因为它也是静态的 所以这个本质上 就是马上 展现出来 是静态的函数的 一种委托 ok 啊 那这你 如果说把它变成继承 就是刚刚这里 你就可以创建 一个啊 小对 啊 子类的对象 啊 但是这增加了一些虚功就对了 啊 然后 它透过create呢 它会再 帮你创建一个 真正的播放器 啊 然后再 扣这个播放器 的start 跟stop ok 好 那这个播放器呢 就是media player 的一个对象 啊 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是透过 它的 啊 这一个类的 函数 就静态的函数 去创建 这一个 它的这个对象 然后再来 调用对象 啊 来做这个 啊 委托的动作 就是去执行 这个对象里头的start 的stop 等等的 所以首先 先委托 有没有 先委托 妈妈 创建一个小孩 啊 然后之后呢 就针对小孩呢 叫小孩去啊 啊 播放音乐 叫小孩start 所以start的里头 都是代码 啊 所以我们就复用了 这个啊 啊 复用了 代码 复用的 class label 的函数 给复用的 Instant label 的函数 有没有 啊 就是说 人家叫我去Display 那我就委托 media player 去start 去播放音乐 好 那么他要创建 我叫委托妈妈 啊 就是我们先委托妈妈 去创建一个小孩 再来委托小孩 去做播放音乐 所以这里头 我 啊 谈的就是 双重的委托 OK 啊 那这里头呢 是 这一个 啊 他把它 override 做一个小小的 啊 其实 这里头呢 要展现的 并不是 要做复写的动作 有复写的意义 好 那是因为 所以 这里写一个intend 啊 所以呢 如果把这个删除了 它就变成 啊 变成了 这一个委托 那不然的话 它就变成 是一个继承的方式 啊 它去override掉掉它 而且它还 复用它 啊 这也是OK的 这也是OK的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只用继承来讲 你就变成很复杂了 所以这里时候 就给你 说明了 你如果用这样子 你就很复杂了 就这里 啊 真正的只有 会委托这个小孩 啊 那这个是 由这里 啊 委托妈妈 去创建一个小孩 啊 创建一个小孩 OK 那里头 因为你是继承 所以里头含有一个 副类 构造式来建构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用的 所以呢 这个方式呢 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很单纯的 用委托就好了 就用继承就很复杂 所以呢 当你觉得用继承很不舒服的时候 啊 有副作用的时候 你就干脆 啊 定一个class 然后呢 啊去 当你这个被调用的时候 那直接就委托 有没有 将委托给妈妈 啊 委托给妈妈 OK 然后 他这里会再return 会再传回来 小孩 那小孩呢 也是参考到这个类 啊 的名字 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这一段 你就可以 啊 不要啦 就可以直接 这行就可以不要 直接写 啊 这一个 啊 这个 我买media prayer 点就可以啦 啊 这样子 做一个实际上的委托 啊 那这里只是在给你展现 如果啊 一定要用继承 那你会搞得很复杂 搞得很复杂 OK 啊 搞不清楚 该做什么 那我们现在 来看第二个啊 比较简单 这里是要展现的是这个概念 啊 所以这里要委托 所以就 啊 用刚刚 我们所学到的 你如果要委托他 啊 那么你就里头呢 用包含的 啊 设设一个 就是m 啊 super 对不对 啊 现在是要委托给小孩哦 加super 然后来指向他 OK 所以这里就 设计一个这个东西 啊 来指向他 OK 所以呢 这里 那为什么静态 啊 因为 这个我们是 啊 写的是静态的 所以静态呢 只能存起静态的 所以这里就设定为静态的 OK 所以当他要创建的时候 那我就委托妈妈 去创建 啊 一个对象 只是我这个 对象的参考就把它存起来 啊 把它存起来 OK 啊 那 在上一个例子 是把它传回去 就把它return回去 这里是把它存起来 所以有包含的动作 有包含的动作 有没有 啊 那这里是return 这个对象的参考 啊 那这个是被包含在里头 OK 所以呢 再来有被调用start的时候 那么 就去 啊 扣他 这就是标准的委托的动作 哦 标准委托的动作 OK 啊 但是这里头 又有继承 所以他去override的啊 啊 掉这个东西 有没有 所以就变成 看起来蛮复杂的 啊 在这个情况呢 我们建议呢 就是 不要去做混合型的 啊 那我们直接 啊 因为太复杂了 就啊 这个复杂到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 干脆 啊 告诉你呢 我们就直接 用单纯的委托的方法 来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 一个单纯的地方 所以刚刚上面两个 只是给你做负面的举例 啊 并不是要你去 学习那个奏法 所以这里头 就很简单 你看 这里 啊 一样 今天里头呢 设一个 我们概念上就这样 我要委托 那么 我就有一个MP3Player 咯 这一个class 那这个class呢 啊 就会 这个是要委托的 这是被委托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要有一个 参考 要指向被委托的 所以我们这里要有一个变量 所以这个变量在这里 就很清晰哦 啊 这是组合的关系嘛 这是and 啊 Player 啊 这样子 Player 这个是 然后这个结构要建起来 来 因此呢 你就可以解释 这个用意在哪里啦 所以 接下来 请妈妈 啊 来创建一个小孩 就创建一个小孩 就请这个类的妈妈 创建一个小孩 然后呢 把小孩的 参考传回来 那我把参考呢 再把它 assign 给andPlayer 所以 andPlayer 就指向你的小孩了 就指向你的小孩了 所以这个结构就建起来啦 结构就建起来 还有 再来 这里头呢 被调用start 被调用的时候 那么 我就 去call 把这个start 转给他 对不对 你call我start 我就call他start 这叫做委托 有没有 这叫做委托 OK 然后你call我stop 那么 我就callstop 你call我的 stop 对不对 那我就 stop 有没有 就stop 就call你 这是标准的委托 有没有 这是一个很单纯的委托 所以呢 我们的 在这个manprogram的地方 就很 在这个activity地方 就很简单 就是 你有一个MP3Player 然后呢 就call go去啦 这样子 在这里 很简单 这里 一开始呢 我们来看一下MP3Player 在哪里 在这里 就拥一个MP3Player 然后拥好了之后 就可以call他start stop 有没有 那这个是 最简单的做法 那么 我们在第一个例子当中 你可以再回想一下 第一个例子当中 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再把它分开来 我再来讲解一下 第一个例子 等一下你就可以看 回去看一个代码 我们是 有一个 自己的子类 自己的类 然后呢 我们委托妈妈去创建一个 medioPlayer的 对象 但是我们 这个create的时候 你看 在这里create之后 是不是叫他 是不是叫他 委托妈妈去创建小孩 把小孩的参考 放在自己的肚子里头 但是第一个例子 不是哦 他叫他妈妈去创建一个小孩 之后 把这个参考的指针 丢回去 丢回去 丢到 丢到 AC01去了 所以呢 由 AC01直接创 STOP 跟Play 有没有看出来 他 这一个 这一个叫妈妈 委托这个妈妈 去创建一个小孩 那这个就把这个小孩的指针 抛回去给AC01 所以由AC01直接扣STOP 等等的 但是这里不一样哦 这里是AC01 他不能直接扣他 他是透过他 才扣他 这个才是标准的委托 这个是他委托他 他委托他 OK 那这个是 变成说他委托他 去创建一个对象 剩下的是他直接委托他 OK 那我们来再回去看一下 第一个例子 你就可以了解了 第一个例子 这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我们来看代码 在这里 你看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对象 他被调用create的时候 被调用create的时候 那么他就委托这里的妈妈 去创建一个小孩 然后呢 他会传回来这个小孩的reference 他就直接把这小孩的reference 直接return回去啦 return到哪里去呢 到ac01啦 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 他去create之后 他就return回来 由这里指向 这一个 由这个ac01的create之后 由ac01的 这是ac01 由他来指向他 他委托他的妈妈去创建小孩 把小孩的指针抛回来 他咋要抛回去 所以就由ac01直接发 stop跟这个start 这里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这个的 start跟stop 不是这个的 ok 不是这个的 所以这里有差别 就是说 他去委托 他去创建小孩之后 把小孩子丢回去给别人 别人就直接跟小孩子沟通 就这样子 好 那这是 也算是一种 是一个变化的 一种委托 ok 我认为 他也是一种变化的委托 那么第三种呢 是属于 最典型的 一种委托 ok 那就看你 要使用 哪一种咯 ok 好 那我们就 这是刚刚所看到的 好 那我们 现在来继续 来谈 就是刚刚说明的 这是我们刚刚 第三种的委托方法 这第三种呢 我们来 做个简单的说明好了 那第三种呢 就是这么的简单 他去委托他的妈妈 他 创正一个小孩 然后把小孩的参考 留在自己这里 所以呢 接下来他 AC01 都会 透过他 才能够扣到他 有没有 就刚刚讲的 那这是一个 好的方法 好 那我们 先休息一下 待会呢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Media Prayer呢 怎么跟Service 来做这一个组合 这是Android的Servic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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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